开始 感谢赞美主 今天是我们进入到 我们这个周六的这个信息 第六周的信息 与神圣三一同活 我们把这个screen share一下 我们进入到这个今天的信息 第六周的信息 这也是我们这个整本成心圣言 与神圣三一同活 是活在神圣三一里 并与神圣三一同活的最后一篇 这是这一周的主题是 与神圣三一同活 是丰满的经历 并享受神圣的三一 这是与神圣三一同活的第三部分 是丰满的经历 并享受神圣的三一 在我们进入到信息之前 我们把这个本篇信息 最关键的三处的圣经 我们一同的宣告一下 第一处是马太福音的最后一节 十三章十四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 神的爱 神的交通 与你们众人同在 第三处启示录的开头 一章四后五节 圣语约翰写信给在亚西亚的七个招会 愿恩典与平安 从那今世世世以后永世的 从他宝座前的欺凌 並從那忠信的見證人 使人中的守身者 對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 惠於你們 祂愛我們 自己的血 我們從我們的最終釋放聊 感謝讚美祖父 我們就多了三次的經濟 我們就多了三次的經濟 我這三次的經濟就是本篇信息的三個大典 第一個大典我們一同宣告這個主題 在新約里神聖三一最清楚的啟示 是在馬太二十八章十九節 不到將人進入父子聖明的名裏 是感謝主 弟兄在交通的一開始 給我們再次一個提醒 三一神和神聖的三一 但是他這個說法超有不同 就是三一神他是強調神格 是神聖三一 那是強調神的屬性 所以我們在這裡講到是神的屬性 弟兄也特別提到說 在整本聖經都是以神聖的三一為結構 新約里的每一節每一段說到的都是神 都是神的三一 或說到父說到子說到靈 他都是指的分次指的經歷說的 所以我們要在這個與神聖的三一同活 所以一開始等到神聖的三一 明白 神聖是三一神的一個屬性 明白 第一節 第一個重點 神雖然是獨一的一位 卻有三個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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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到父子聖靈 但是他沒有說父的名 子的名聖靈的名 他是說父子聖靈的名 那是清楚的說到 我們這位神是三二一的 所以我們這講到說 我們進入的是一個名 是父子聖靈的名 這名乃是那神聖者的總稱 等於他的人位 我們都知道 我們呼求主的名 就是接觸到主這個人位 那我們進入到三一神 父子聖靈的名 這個神聖的名 神聖者的總稱 也就是等於他的人位 這一個名是包括三者 父子聖靈 他啟示神是三二一的 所以我們也就是信徒們 是被進入到三一神的名裏 就是將他們進入到 三一神一切的所示裏 並將他們帶進 三一神的人位裏 使他們與這神聖的人位 有生機的連結 感謝讚美主 這是我們進入到這個名裏 就是與這個神聖的人位 有生機的連結 所以在第三個大典 第三個終點就講到 進入父子聖靈的名裏 乃是很深的事 特別我們講到這個入字 這馬太二十八章十九節 講到說 將他們進入父子聖靈的名裏 這個入字 講到說進入 實際上是在聖經裡 還有兩處引用到 羅馬書六章三節 其不知我們這 進入基督耶穌的人 是進入他的死嗎 加拉太書三章二十七節 你們凡進入基督的 都已經穿上基督了 所以這個入 它是一個很深的詞 它是指著一種的聯合 我們是進入到三一神的名裏 神經沒有很輕率地說 進到三一神的名裏 乃是很重地說到 進入到父子聖靈的名裏 進入基督耶穌 它是指著一種的聯合 進入到三一神的名裏 就是被擺到 與他奧秘的聯合裏 這個聯合 將神一切的所示 取用到我們裏面 主耶穌 我們乃是進入到父子聖靈的名裏 我們就與他有一個聯合 如同在聖經裡所起誓 我們是接知到他裏面 與主聯合的 便是與主成為一靈 當然這個聯合 弟兄姊妹們 我們一再強調 我們不是進入到 三一神的神格裏 我們與神格是完全的 無分無關的 神是在那不可見的光中 我們沒有辦法在神格上 但是我們是 被進入到三一神號 這個生命裏 我們乃是進入到 經過過程 終極完成的三一神 是作為神聖的三一裏 我們乃是進入到 三一神裏面 不是與他的神格 而是與他的生命和性情上 所以這個是要一再的強調 是進入到這個名裏 就是與他奧秘的聯合裏 我們有這樣的聯合 神一切的琐事 就能夠被取用到我們裏面 好 在第四個重點 馬太二十八章十九節 他是講到主耶穌 進入復活以後 所主復的 我們說 神是復活乃是 三一神之過程的完成 在這個裡面 說主的復活 這是主經過過程 一個最關鍵的步驟 主的復活 是他的出生 他就身為神的長子 而我們的重生 也都是在主的復活裡 現在呢 說主經過了過程 他經過了 將是為人 為人的生活 定此十驾 特別是他經過了復活 身為神的長子 所以是他是經過過程的 三一神是經過過程的 我們現在所經歷 並享受的乃是這位 經過過程的三一神 在第四個第一個重點裡 講到三一神經過了一段的過程 就是開始於成為肉體 包括人性生活 還有定十字架 完成於復活 所以三一神經過的這個過程 復活是一個關鍵的步驟 在復活裡 基督這三一神的具體化身 成了次生命的靈 就是三一神的重機完成 明白 使信徒得以進入神聖的三一裡 所以我們得以進入到神聖的三一裡 乃是在主復活之後 主復活 三一神就具體化身成為次生命的靈 這是三一神的終極完成 我們也就得以進入到神聖的三一裡 下面一個小點 那個弟兄特別強調說 這是在主的恢復中的一個重要的發表 所以我們一同來宣告一下 這個第四的第三個小點 進入三一神的人位裡 就是進入包羅萬有 終極完成的靈裡 這靈是經過過程之三一神的終極完成 明白 是進入到三一神的人位裡 就是進入到這位包羅萬有 終極完成的靈裡 我們現在與三一神一切的故事 都在於這位靈 明白是 這就是進入父的豐富 進入子的豐富 進入靈的豐富 哈利路亞 三一神一切的豐富 我們都得以在這位包羅萬有 終極完成的靈裡 得以取用 得以享受 所以我們弟兄姊妹 我們彼此鼓勵 我們學會啊 在各樣的情形當中 來操練與主的連結 就比如說 我們在這個開車的時候 這個經過這個紅燈 停個二十秒的時候 我們就操練 與三一神的連結 來取用父的豐富 字的豐富 靈的豐富 有一個禱告 明白是願意三一神的豐富 這個時候就加到我們裡面 是 我們呢在主日的時候 主日薄餅的時候 在這篇信息當中 弟兄數次強調啊 我們在主日薄餅的時候 我們對這個豐富 有感覺 有享受 有讚美 有回應 所以特別是在主日的餅杯當中 我們面對的餅杯 我們真是對三一神的豐富 發出讚美 這一切的豐富 如今都歸我們享受了 感謝讚美主 在這個第三個終點 這個第三個小點 這個最後一個B點 如今我們受了禁的人 乃是在與三一神 生機的連結裡 所以 凡富所有的 子所有的 零所領受的 都成了我們的 哦 哈利路亞 這真是像大半師哥 447首裡面 所唱到的 三一之神 做了我的一切 何等高超 何等榮耀 明白 我們這些受了禁的人 乃是在三一神 生機的連結裡 明白 與他連結 所以主說要住到我們裡面 所以主啊 不光是說 要在這個約翰福音裡頭 不光是說 要進到我們裡面 他說是要住到我們裡面 就表示 我們要與這位三一神 有一個神聖的三一 有一個生機的連結 主是要我們的心 來轉向他 操練靈 來接觸他 這樣我們就能夠活在這個神聖的連結裡 也就能夠像這個這一節所起誓的 凡富所有的 子所有的 是那靈所領受的 都成為我們的神聖三一 一切的豐富 都成為我們可以接近 可以享受的 明白 感謝讚美主 好 這就是第一個大點 明白 是再回顧一下 就是我們 就是在馬太福 28章19節所起誓的 將他們進入到 父子聖明的靈裡 明白 也就是進入到 父子聖明的明裡 也就是進入到 神聖三一的 明白 是人為禮 明白 是與他有這樣一個生機的連結 明白 是經過過程 終極完成的三一神的一切的豐富 明白 是我們都得以取用 這乃是在基督的復活之後 明白 是我們如今是在這位 經過包羅萬有 明白 是終極完成的靈裡 來享受 來經歷三一神一切的豐富 這個呢 就是第一個大點 第二個大點 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 明白 是一個經歷 好 我們再宣告一次 我們太愛這節聖經了 靈後十三章十四節 我們再宣告一次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 神的愛 神的愛 聖明的交通 與你們眾人同在 哈利路亞 這時代是太寶貴 原來是太美好 原來是這樣的一個經歷 我們是豐富的經歷 並享受神聖的三一 乃是有份於神的愛 主耶穌基督的恩 並聖靈的交通 這個正好是對應到 這個剛才我們就讀到 馬太二十八章十九節的 裡面是父子聖靈的名禮 父神的愛 子主耶穌基督的恩 靈聖靈的交通 所以這裡面這個經歷 也就是神聖三一的各方各面 這三個神聖身位 這三個方面 好在第一個終點 這一節聖經給我們看見 三個神位在三方面 父神 經歷上是愛的這方面 神 神兒子主耶穌基督 我們的經歷是在恩這一方面 還有聖靈是在交通這一方面 感謝讚美主 當我們被帶到神聖的三一禮 我們就看見 是這個恩典的源頭 恩的源頭就是愛 也就是說神呢 他就是愛 他就是光 所以這個保羅在這一節聖經裡頭 他講到是借著子 他實際上是在講 借著子可以進到父面前 再次說到我們敬拜父神 弟兄再次強調 我們在敬拜 丙背面前 敬拜我們父神的時候 我們乃是回到源頭這裡 我們稱神為父 就是回到源頭 回到愛本身這裡 回到這個光的本身裡面 所以我們在主日的丙背 後面敬拜父神的時候 真的不是說好像是一個儀式 我們趕快點一首詩歌 花個三五分鐘 就走過場 實在是在那個時候 弟兄姊妹們 我們都有一個感覺 我們是摸著這個源頭了 我們是回到這個源頭了 回到了愛的源頭 回到了光的源頭 明白 回到了這個三一神的 明白是父神這一面 我們得以稱神為父 明白是這是何等的恩典 那些讚美主 願意我們在丙背讚美之後 敬拜父的時候 我們真是深深的 有這樣一個回到源頭的感覺 好 第二個終點 父神的愛是源頭 因為神是原始 明白是主的恩是神愛的流道 明白是流道 這是一個管道流通的管道 因為主是神的顯出 靈的交通乃是主的恩 同神的愛的分次 因為靈是同著主同著神的傳輸 給我們經歷並享受三一神 明白哈利路亞 好我們看見有源頭 明白是有這個流道 流通的管道 明白是還有一個交通 就是傳輸 明白是源頭流道傳輸 三一神 這樣子把它一切的豐富 就是這樣的來供應到我們裡面 好第三個終點 靈後十三章十四節 這個愛恩和交通 它正好是於馬太二十八章十九節 父子聖靈相輔 明白是 也就是對應到這個馬太二十八章十九節 父子聖靈的名禮 明白是 第一 好這個第三終點 第一個小點 主的恩就是主自己做我們的生命 給我們的享受 給我們做享受 好我們再說 我們這個前一陣子也交通到 主的恩或者是說神的恩典 明白是 實在不是說神給我們什麼東西 明白實在是神把他自己給了我們 主把他自己給了我們 他自己來做我們的生命 給我們享受 這個就是主的恩 就是神的恩典 以前我們在數字交通道 明白是 這個恩 恩典就是神的自己 就是神來做我們的生命 做為我們的享受 好 第二個小點 神的愛就是神自己 再次看到 明白是這個三一神的屬性 就是他的人為 明白神的愛就是神自己 他是主恩的源頭 主的恩呢 他是一個流道 那個這個源頭 是神自己明白是神的愛 就是這個主的恩的源頭 靈的交通就是那靈自己做主的恩 同著神的愛的傳輸給我們有份 明白是 如今我們是借著這位包羅萬有 賜生命的靈 明白是 在我們裡面 我們就得以與三一神有交通 明白是 靈的交通 就是那靈自己 明白是 做了主的恩同神的愛的傳輸 明白是 在這個靈的交通裡 我們得以與主的恩有份 與神的愛有份 明白是 好下面一個那個小點 父神的愛彰顯於子基督的恩 子基督的恩是在靈神的交通裡 傳輸給信徒 明白是 正像子是彰顯父一樣 父的愛是彰顯於子的恩 明白是 父和子又是借著靈供應到我們裡面 所以呢 這個子的恩是在靈的交通裡 傳輸給我們這些信徒裡面 是所以借著聖靈的交通 這恩就能靈集我們 明白是 我們得到主的恩乃是借著聖靈的交通 同時也說明我們必須在靈裡 必須來操練我們的靈 明白是 只有借著聖靈的交通 我們才能夠得著這恩 得著這愛 基督的恩是出於神的愛 這恩是借著聖靈的交通 傳輸並進入到我們裡面 弟兄姊妹這個重點號 借著聖靈的交通 傳輸到我們裡面 我們必須在聖靈的交通裡 明白是 所以我們要經歷並享受主的恩 明白是 就必須在聖靈的交通裡 我們越享受主的恩呢 我們也就越嘗到神的愛 明白是 因為我們就越能進入 越摸著到這個源頭裡 是感謝讚美主號 靈在這裡傳輸 明白是 作為流道 把這個源頭的這個愛 供應給我們 所以願意這個成為我們 每天的享受 而這個享受的路 乃是操練我們的靈 好 是在第四個重點裡 我們過會弟兄還有加強 是神聖的三一 是有源頭 有流道 有流通 我們真是太保愛了 明白是 我願意在這裡再宣告一次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 神的愛 聖靈的交通 與我們眾人同在 是這個源頭 源泉號 是神的愛 明白是 是流道流出乃是基督彰顯 並傳輸給我們的恩典 明白是 這個流通乃是聖靈 作為基督的恩 同著父的愛的交通 傳輸和循環 明白是 願意我們一直有這樣的交通 傳輸和循環 這是我們的定命 將來在新耶穌撒冷裡頭 一道生命水的河 從神和羔羊的寶座裡流出來 這道生命水的河 要一直的湧流 明白是 但是現在我們就可以一直不斷的經歷 這個生命的流通 這個三一神在我們裡面的湧流 是藉著這個源頭 是藉著這個流道 藉著這個傳輸和交通 三一神一直不斷的在我們裡面湧流 什麼弟兄裡面 這裡面要特別強調說 我們要讓現在我們所要經歷的 就是讓這道流 在我們裡面一直不斷的流 我們在我們的生活當中 能夠顧到那個流 什麼時候 那個流在我們裡面流通的時候 我們就放膽 當我們感覺到這個流 在我們裡面中斷的時候 實在就說 這也是三一神向我們發出的禁止信號 所以呢 我們能夠操練 讓我們裡面的這個流 是一直不斷的流 是不中斷的流 明白是感謝讚美主 好弟兄姊妹 我們就來一同的 明白是來享受 主耶穌基督的恩 神的愛和聖靈的交通 後面的弟兄會有加強 感謝主 謝謝弟兄的交通 那我也share screen 把那個綱目 對不起我用的這個 跟弟兄剛剛用的有些不同 弟兄姊妹有看得到嗎 看得到 看得到好 感謝主 我們剛進入這一篇 我覺得我再強調一點 就是這一篇的這個綱目 它是豐滿的經歷並享受 神聖的三一 那一開始我們讀了三處的經節 我們可以看到 對於神聖三一的認識 經歷和享受 是越來越豐富 越來越進步的 當我們看到馬太二十八章十九節 很單純的 將他們進入父子聖靈的名字 這是清楚的啟示 這神聖的三一 就是父子聖靈 那關於父是怎樣的一位父 關於子 關於聖靈是怎樣的一位呢 就是父子聖靈 這三一的名理呢 是怎樣的一位呢 並沒有太多的說明 就是很簡單的 所以它這個標題寫得非常好 第一個大綱是說 新約里神聖三一 最清楚的啟示 父子聖靈 沒有辦法 沒有人能夠否認推翻的 這是神聖的三一 感謝主 到了靈後十三章十四節 保羅就認識了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 神的愛 聖靈的交通 與你們眾人同在 這給我們看見 就著使徒保羅來經歷 並享受神聖的三一 它是豐富的 甚至在這邊講到 是完滿的 說到這位父 是說到什麼 神的愛 說到這位子 是怎麼樣 是主耶穌基督的恩 說到這位靈 他就是將神的愛 和主耶穌基督的恩 傳輸 藉著交通 流通到我們的理念 哇 這個真的是一個非常 從經歷和享受的角度 讓我們認識了這個神聖的三一 然後到了啟示路 那我們到了終極完成 終極完成 我們對於神聖三一的經歷和享受 我們應該是一直往前 一直進步的 直到哪裡呢 直到啟示路 向我們所啟示的神聖三一 我願意和弟兄姊妹 再來讀一下啟示路 一章四節 還有一章五節 是不是我們可以再讀一次 約翰 約翰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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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個造會 恩典與平安 容納今世喜事以後永世的 好若前的欺凌 並從那中性的見證人 人中的守身者 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穌基督 與你們 爱我们用自己的血 我们从我们的罪周释放了 好在这两节圣经里面 给我们认识神圣的三一 他的次序先是父 然后是七零 然后再后是中性的见证人 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的次序上就不是像 马太28章19节父子圣灵 也不是像灵后13章14节 主耶稣基督的恩神的爱 圣灵的交通 在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呢 是神的七零 所以我们在进入这篇信息里面 一讲到经历享受 我们一定要转到什么 转到刚刚弟兄所讲的 这个调和的灵力 或是在圣灵里 好所以马太28章19节 我们复习一下 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 就是进入这为什么 包罗万有赐生命的灵里面 因为主是在复活之后 奔赴圣徒们 是不是啊 好然后灵后13章14节 最后讲到说 我们要享受主耶稣基督的恩 神的爱和圣灵的交通 必须在什么 我们必须在圣灵的交通里面 这两处都是总结在 赐生命的灵 还有与圣灵的交通里面 那在启示录一章四节五节 我们也知道 那时赵会堕落了 整个世代是黑暗的 所以神在地上的行动 他需要有加强的行动 那就是需要七倍加强的灵 这七灵不是七个不同的灵 而是七倍加强的灵 来加强他的行动 好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最后一个大点里面 我们要认识的 特别要这个经历并享受的 乃是这位七倍加强的灵 好感谢主 我们来到这个快速的来到第三个大点 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次 对神圣三一丰满的 经历和享受 自借着那今世息世以后永世者 的欺凌 借着那中性的见证人 人中的守身者 为地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 得着终极完成 好这边有好几个要字 特别是要得着什么 终极完成 Amen 好 然后呢 他是怎么达到终极完成呢 是借着 今世息世以后永世者 借着欺凌 并借着那中性的见证人 死人中的守身者 为地上元首的耶稣基督 来得着终极老成 谢谢主 好那我们来看下面的中纲 这个中纲的写法就是把这位神圣 变成三一说到父说到子说到七零说到子把它编成三个中纲 第一个中纲 启示录一章四节说到神是那今世息世以后永世者 赞美神 好 弟兄姊妹们 今世息世以后永世者就是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这名的意义 第一个小点 给我们认识 这就是耶和华这名的意义 在西伯来文里 耶和华的意思是 我是那我是 请看下面的经文 出埃及三章十四节 神对摩西说我是那我是 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那我是猜我到你们这里来 赞美神 我们的神的名字是我是那我是 他就是我是 Amen 好 那我们下面B小点 我是那我是 表彰他是从永远存在到永远 Amen 好 这里讲到就着存在 他的存在性是从永远到永远 从已过的永远到将来的永远 好 二 唯有神是那是的一位 唯有他有存在的实际 Amen 好在这里所强调的是实际 是就是实际 感谢主 好第三 西伯来十一章六节说 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 我们知道我们恢复本中文 中文恢复本圣经 他翻是翻作必须信有神 但是我们需要读那个注解 他说有神 直译就是神是 或神存在 所以在这里呢 他是用直译的翻译 在这里说到 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 好 就这经历来说 西伯来十一章六节神是 我们必须相信他是 好 十一章六节我们一起读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 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好这边可以读成信什么 神是 神是 我们都盼望得神的喜悦 那我们要得神的喜悦 第一步要到什么 神面前来 第二步要信神是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感谢主 好 第一小点 神是那今世习世以后永世者 是自由者也是拥有者 他的存在不依赖他自己以外的事物 并且他永远存在 既无始也无终 赞美神 Amen 好这个就是将 这位神是 今世习世有事者 像我们说的非常的清楚 他是自由者也是拥有者 第二 他的存在不依赖他自己以外的事物 第三 他永远存在 既无始也无终 Amen 好 这是以上A小点B小点 都是在讲什么 都是在交通神是 神是 好 那C小点D小点是在交通什么 信神是 信神是 好 那我们C小点 我们来 我们来读一次 信神是 就是信神是我们的一切 而我们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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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翰八章五十八节 还没有亚伯拉罕 我就是 Amen 好 传道书一章二节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好 第一 再讲到信神是 还是我们什么 不是 他必须在凡事上是 独一无二的那一位 我们必须在凡事上 什么也不是 哈利路亚 好 下面他在 顶得经节 希伯拉一十一章五节 就是接在十一章六节之前 讲到 以诺与神同行三百年 他是因着信被劫去 感谢主 原来他被提去以前 已经得了蒙神喜悦的见证 好 这个就是在十一章六节讲到说 要得神的喜悦必须是有信 也信神是 以诺就是这样的见证 他能够与神同行三百年 然后被神取去 因为他是什么 蒙神喜悦 为什么他蒙神喜悦呢 因为他一直信神是 他不是 好 这个以上第一个终点就是 就让我们认识这位神是那 今是喜事以后有试者 好 我们复习一下 一共有三个小点 第一个小点是讲到 这个就是耶和华这名的意思 我是那我是 从永远存在到永远 唯有神 唯有神是 那是的一位 他的存 他有存在的实际 这是摸到他的存在的实际 特别是实际 然后接下来就着我们的经历来说 他就引到希伯来十一章六节 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神是 首先两个小点说到神是 后面两个小点说到我们要什么 信神是 我们不过是虚空 一无所事 我们什么在凡事上 什么也不是 但是我们信神是我们的一切 在凡事上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位 阿们 其实就是 就是否认我们的己 阿们 相信神是一切 好 第二个是我们这一篇信息最后的一个重点 我们一起读 启示录一章四节 一三章四节 说到他宝座前的七灵 我们需要来读一章四节 四章五节 五章六节 这三处的经节是启示录里面 像我们所说明这个七灵所引用的经节 好 弟兄姊妹我们要记这三处 这三处经节的出处 非常容易 你看一章四节 四加一是多少啊 五 所以四五 五加一是六 是五六 所以就是一四四五五六 就是讲到启示录的七灵 好 启示录一章四节 我们一起读 约翰 请给在亚西亚的七个招会 为奸与平安 阿金世 是以后勇士的 从他做前的七灵 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 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 这七灵就是神的七灵 好 请注意一章四节有宝座前的七灵 然后四章五节有什么七盏火灯 这七灵就是神的七灵 然后有羔羊的什么七眼 对不对 有羔羊站立有七脚 还有羔羊的七眼 所以这几处就是对于七灵的启示 好 那第二个小点 我们先读 以示录一章四节的七灵 当世是七灵 无疑是神的一位灵 因为七灵被列在三一神之中 好 这个一章四节五节 我们就可以看见 父子灵 这个灵呢 就是特别强调是七灵 当然就是神的一位灵 以夫说四章四节 这讲到一个身体和一位灵 好 所以七灵是被列在三一神之中 好 那这个小点主要是在解释 启示录一章四节 然后呢 第三个小点 既然是七灵 是七位不同的灵吗 它不是的 它是什么 七倍加强的灵 好 然后我们三 我们一起读 七 是神工作中完整的数字 七灵 灵 就必是为了神在地上的行动 阿们 我们知道神在这个地上的行动 完整工作中完整的数字是七 那永远里的数字 完整的数字是十二 所以我们这个启示录四章里面 是在神在工作中完整的数字 七灵是为了神在地上的行动 好 接下来就讲到数字存在一面 神的灵是一个 但是在神行动加强的功用和工作上 神的灵是什么 七倍 好 这是向我们启示了这位七灵 不是七个不同的灵 而是七倍加强的灵 好 弟兄姊妹 神在地上的行动 需要加强 阿们 加强七倍 是我工作中完整的数字 好 这个以上二小点三小点是讲到启示录一章四节 好了 不是你都已经准备好了那我就现在吃 好 对不起啊 有弟兄姊妹 对不起 第二小点是出处是一章四节 第三小点出处是启示录四章五节 基本上就是把这个七灵在圣经中的出处向我们说明 然后第四小点 七灵这名指称 这名称指明那灵已加强七倍 七灵加强那灵一切的元素 神性成为肉体丁十字架 复活实际和恩典 谢谢主 所谓加强七倍加强的灵 就是加强那灵一切的元素 谢谢主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五章六节 按启示录五章六节 神的七灵乃是羔羊的七眼 好 那我们刚刚读过了 我们下面有三个小点 这太丰富了 这是讲到我们对七灵的经历 好 基督是宝座上救赎的羔羊 有检查并搜寻的七眼 为着执行神对宇宙的审判 以成就神永远的定制 这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的建造 Amen 七眼是为着什么 检查并搜寻 目的是为着神对宇宙的审判 以成就神永远的定制 目标是完成于新耶路撒冷 所引用的经节我们刚刚读过四章五节 讲到有七盏火灯 有七灵 然后二十一章二节九节十节就讲到 工作的终极完成就是新耶路撒冷 Amen 好 B小点 七灵作为羔羊的七眼 也是为着什么 传书 这个对我们就是更主观了 A小点是执行神对宇宙的审判 以完成神永远的定制 B小点是为着传书 传书到哪里呢 当然传书到照会 传书到我们 里面 C小点 我们一起来读 基督用他的眼注视我们的时候 这些眼睛就是七灵 就要将基督的元素和基督自己传书到我们里面 使我们变化 使我们变化 Amen 所以在这里呢 有传书 就是七眼的传书 七眼的传书也是七倍加强的传书 灵后十三章里面讲到也有传书 对不对 圣灵的交通 但是这里的传书 应该是比灵后的传书更加强七倍 Amen 他七眼来注视 来传书 Amen 那我来读 这个以上所交通的 其实弟兄姊妹可以参考一本属灵书报 叫做属灵的实际 第三章 他就讲到这一段 我读一小段 神在人里面做工 就是用他的眼睛看到人里面 他的眼睛就是他的火灯 这火灯照到人里面就焚烧 这焚烧就是神的灵在运行 这灵就是神自己 也就是基督自己 基督徒的生活 基督徒的道路 基督徒的一切 都是从这个焚烧里面出来的 不是外面的教导 乃是从里面出来的 这是属灵的实际 Amen 以上出自属灵的实际第三篇 谢谢主 好 然后我们来到第三章点 我们一起读 启示录一章 当介绍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 他用了三个词 是中性的见证人 是向着神的 死人中的守神者是向着照会的 地上君王元首是向着世界的 我们这位主向的神是中性的见证人 来第一我们一起读 基督是神的 他活着命中性的见证人 他见证人 正神 他的严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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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神的严育 就是神的严育 阿里路亚 Amen 好 二小点是讲到 他是死人中的守身者 我们一起读 基督是死人中的守身者 这是祭祂的复佛 是那复者的 是那曾死过 现在又活了 永永远 且拿着死亡和阴间钥匙的一位 为路亚 他是拿着死亡和阴间钥匙的一位 Amen 所以他是活着的 Amen 是指他的复活 曾经死过 现在又活了 Amen 好 接下来第三个小点 主耶稣在他的升天里 是什么 地上君王的元首 Amen 所以这三部分 可以说 中性的见证人 他在地上的执事 他见证了这位神 不仅是他的言语行为 也是他的所示 在他的死而复活里 他成了死人中的守身者 只活到永永远远 他在他的升天里 他得着了权柄 他是地上君王的元首 好 A小点 我们一起读 他经过了 而成为 以之后体 人性生活 是定时 和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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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宝座 超过所有的君王 兄弟们 我们看见这一点 我们真是要敬拜 我们 我们的主 他是灯宝座 得作了权柄 超过了所有的君王 Amen B小点 我们一起读 主耶稣 这位真宝座 作者 地上君王的元首 管理全地 就是管理整个世界 Amen 是的 他是管理全地 管理整个世界 Amen 在我们中间一本书 报叫做 神 新约的经文里面 就特别讲到 他这位耶稣基督 他是借着七灵的照耀 来管理整个世界 Amen 那他讲 这个李立雍就讲到 二次大战的时候 这个希特勒 原来是要攻打 这个英国的 这个英国那个时候 也没有准备好应战 很可能继续攻击 这个英国就被德国拿去了 但那个时候 希特勒 突然转向攻击苏联 李立雍就说 这是在七灵的焚烧 照耀之下 这位主耶稣基督 是地上君王的元首 是借着七灵的照耀 管理整个世界 Amen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大点 好 那这个大点就是讲到说 我们对神圣三一 丰满的经历和享受 又达到终极完成 如何达到终极完成呢 乃是借着那 今世席是以后勇士者 借着七灵 并借着那中性的见证人 死人中的守身者 为地上君王援守的 耶稣基督 来得着终极完成 赞美主 好 首先就给我们认识 这位今世席后勇士者 就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那我 是我是那我是 他就是那我是 他从永远存在到永远 他唯有神是 他唯有他有存在的实际 我们不过是虚空的虚空 所以我们每次来到他面前的人 我们的必须信神是 信唯有他是 我们不是 我们一无也是 阿们 好 这是第一个大终点 第二个终点 我们需要来经历 七倍的加强的灵 他就是说到 启示录一章四节说到 神宝座前的七灵 在启示录里 那灵称为七灵 是在非常的特别 就是七倍加强的灵 Amen 那首先给我们认识 在启示录一章四节七灵 它是神的一位灵 它七灵是被列在三一神之中 它是七灵 七这个数字 是工作中完整的数字 所以七灵是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 Amen 所以为着神行动 加强的功用和工作 神的灵是七倍的 好 那既然是加强 七倍加强的灵 也就是加强那灵一切的元素 这七灵在启示录五章六节 也是高阳的七眼 七眼 执行神对宇宙的审判 是借着检查并搜寻 目的是要完成神永远的定制 完成与新耶路撒冷的建造 七灵作为高阳的七眼 也是为着传输 当基督用他的七眼注视我们的时候 他就将他这个元素 基督自己传输到我们里面 使我们变化 最终 这位耶稣基督是中性的见证人 他是死人中的守身者 是地上君王元首的一位 中性的见证人 死人中的守身者 为地上君王的元首 阿们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个系列信息的最终 就是我们要丰满的精力 享受神圣的三一 要达到终极的完成 好 最后还有三分钟的时间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 我觉得要和弟兄姊妹读一下 这个属灵的实际第三篇里面的一段话 这一段话讲到我们的亲爱的李弟兄 他是怎样经历这七灵的照耀 Amen 好 对不起 要找出来 他说眷顾就是看顾的意思 所谓不理就是不看 我里一个人就从看他开始 我一看他里面 对他就有了感觉 那种感觉一流露 他就感受到一种暖意 他得出了眷顾 当我们为难四面楚歌 毫无出路的时候 在我们里面会有一种通天的亮光 因为有眼睛从宝座出来 看到我们里面 这个看就是照 就是照耀的照 这看我们的眼睛就是火灯照亮我们 这样一看 这样一照 我们就觉得这个错了 那个也错了 这个有罪 那个也有罪 我们就蒙了光照 光照的结果立刻叫我们觉得 圣灵在我们里面行动并且充满 圣灵一运行充满 就像火一样在里面焚烧 眼睛看了火灯照了 圣灵来了 圣灵一来就是烈火 今天神做工在我们身上 做工在我们里面 就是这个过程 所以在我们的经历中 常觉得有眼睛 有宝座那里看到 从宝座那里看到我们里面 阿们 他讲到1932年间 他在房里读了一本属灵的书报 读到书当中一句话 表面看没有多少感动 但我里面却觉得和天上的宝座相通 觉得天上的宝座有一个眼睛看着我 结果我也看不下书了 就眼睛望着天 看着天花板 但心里的光景却是看见了天 我清楚觉得有眼睛看着我 呼唤我 就像我说归向我 这时我就把书放下 自言自语的说 主啊 是我应该归向你了 我这一说就坐立不安了 我站起来 这是觉得天上的眼睛看着我 阿们 然后他里面就得着了加强 然后他里面就这个被火烧起来了 这里面就一股动力在这里面 然后主的恢复在北方就开始了 好 我的时间也到了 请弟兄们继续加强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我实在是非常宝贝这篇信息 这篇信息是从这个马太福音 一直到启示录 用整本新约来说到这个神圣的三一 感谢主 这篇信息他这些发表 可以说是最好的这个神学 但是感谢主这篇信息的篇题是说到 这些不是为了我们的研究 让我们去研究 而是让我们在这里是丰满的精力 并享受这样的神圣三一 我很宝贝弟兄 他这个在信息里面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说到 这个精力是在我们重生调和的灵里面 然后享受呢 是在我们以魂做器官的这个魂 是做器官的这个魂里面在那里享受 很多时候我们天然的观念里面 当我们说到经历的时候 往往是说到一些外面发生的一些事情 说到这个病得医治 我觉得那是我们对神的一个经历 对或者是我们有时候我们说到我们里面的一种情绪 我们里面的一种感动 我们里面的甚至一些感觉 经常说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经历 真正的经历总是发生在我们重生调和的灵里面 我们在灵里面享受到这个神圣三一的分测 这个就是真正的经历 然后享受呢 是在我们这个做器官的这个魂里面 不是说到我们这个魂生命 我们的魂生命需要被对付 但是我们的魂它是做一个器官在那里享受 对 然后这边信息 我也非常摸足的是 它是说到是丰满的在那里经历和享受 对 我对照我自己就是 不能说没有经历没有享受 但这个经历不是那么的丰满 就像这个这篇信息里面 这个三个大点 对 第一个是说到这个经历 进入这个父的名 然后呢到零后十三章十字节 就说到经历到这个神的爱 然后在启示录 这个一章四节里面 就不仅是神的爱 更是看到这一位神 他乃是今世西世 以后永世的 就是神对我们乃是一切 对 那在马太福音里面 这个刚开始是只有进入子的名 到十三章十四到零后十三章十四节里面 就变成了经历子基督的恩 然后呢最后我们会经历到 这位基督 他是对神是中性的见证人 然后呢他也是死人中复活的守身者 把我们做成心灶 然后呢他对这个地上的地上的这个世界 他是地上君王的元首 所以就是我觉得是一直在加强 那同样的更是在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里面 这是进入圣灵的名里面 然后呢十三章十四节 我们是看见那里有一个圣灵的交通 最后在这个启示录一章四节里面 是说到不仅是这个一位灵 但是是七倍加强的圣灵 是宝座前的七灵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多的 我们的精力啊需要更多的丰满 对那在我自己个人的精力里面 我觉得针对这三个点呢 第一个点就是我们进入父子圣灵的名里面 就是我们需要一直的一再的被 进入这个受尽的这个时机里面 就是进到与这个三一神神圣的年纪里面 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常常都是被打岔 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有很多的软弱 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一再的 这个享受这个受尽的这个时机 就是我们这些所有的软弱啊 我们这些过失啊 我们这些我们甚至我们的肉体啊 我们都可以借着这个受尽 就是被埋葬就是被了结 然后呢另外一面我们就进入到 跟这个三一神神圣的年纪里面 就是在这个复活的生命的信仰里面 与他生活行动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常常的 在进入这个受尽的这个时机里面 对然后呢我觉得在这个 灵后十三章十字节那个经历里面 我在我个人里面常常这个神的爱没有问题 这个主耶稣基督的恩也没有问题 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是出现在 这个圣灵的交通 我觉得这个就是关键就是我们要 一直顺服就顺从我们里面 那个圣灵的这个交通 对很多时候我们一受尽 就有这个神圣的生命 这个循环在我们里面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这个顺从 我们是我们一不顺从这个圣灵的这个神圣的传书 在我们里面就停止 对所以就像这个启示录里面 这个生命水流啊 乃是从这个神和羔羊的宝座间流出来 所以我们关键就是我们要一直顺从这个生命的水流 如果神给我们里面有感觉叫我们不要做什么 我们就不要做 如果神有给我们感觉让我们要我们为他说话 甚至在聚会中要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服饰 我们就要顺从这个生命的感觉 能够来为他这个圣灵 能够跟他有配合 对那第三点就说到我们今天是在这个加强的时期 我们要经历这个神七倍加强的灵 我觉得这个在我的经历里面就是怎么呢 就是说今天这个传书啊 是怎么能够经历这个七倍加强的传书 我觉得这个关键就在于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更加的爱主 更加的爱主要更加的爱照会 然后呢第二个呢 我们要是和众圣徒一同领月 何为那扩长高深 就是我们要宝贝和弟兄姊妹的相调 因为这个七宁的传书啊 不是为着我们个人的这个经历和享受 是为着这个照会的建造 对所以我们就需要这个 在爱主也需要我们能够在这里爱这个 爱我们的照会 和众圣徒一同领月这样的扩长高深 Amen 弟兄姊妹好 感谢主 我也很快的有一点加强的话 是在于应用上面 这篇信息是讲到最后一篇 丰满的经历并享受神的爱 享受神圣的三一 这个就是非常主观的一件事情 他的前面是讲到与神圣的三一同活呀 其实这个用另外一面来讲弟兄姊妹 就是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与神合作 同活 神是一个行动的神 在地上有行动的神 我们live with 活在与同活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与他在一起 是他的伙伴 与他是他的伙伴 没有那么简单 这有神圣的三一 神 他还是讲 就是习是今世以后永世 从旧约到新约 神没有变 他就是那一位 他是我们不是 弟兄姊妹 这一点一定要有把握 在任何的环境里 在难处里 在教会生活里 我们要看见我们不是 神是 灵也是一样 灵没有变 但他是七倍加强的 七倍加强了 就看见 在教会的时代 弟兄姊妹 一点的操练 是很难很难 在教会中做得胜者 我们需要的是 七倍加强的灵 在处在 现今教会时代的工作 最摸着我的 就是中间的这一位子 他怎么写的呢 他是有三点 并从那中性的见证人 使人的守身者 地上君王元首的 耶稣基督 你就看见弟兄姊妹 这一个 其实神经理人 在地上行动 他所需要的是 忠心的见证人 因为我今天在教会里面 弟兄姊妹 听信息很容易 但是过教会生活 服侍神 建造教会 就非常非常的麻烦 所以第一个 我们要有看见 神要求我们的是忠心 忠心 忠心的背后是什么呢 弟兄姊妹 忠心的背后就是顺服 顺服的背后 追根究底 就是死而复活 就是弃绝己 气绝己 弟兄胜过他 一面是羔羊的血 一面是我们口中的话 不爱惜自己的浑身 所以在教会生活里面 弟兄姊妹 丰满的经历神 绝对是为着主 在地上 教会的建造 不仅仅是为着我们生活上 有恩典 有平安 而是我们在建造 教会的事情上面 教会的服事上面 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神 我们需要七倍加强的灵 我们更需要的 就是那个忠心的见证 死而复活的见证 跟这个有权柄的见证 主在地上做这个见证 保罗在地上 也做这个见证 今天你我要经历 神圣的三一 我们也同样 必须经过这个过程 特别是在 这个指的这一位 忠心的见证人 很多时候 我们不忠心弟兄姊妹 我讲真的 这讲到我的自己 我们还是很 爱惜我们的感觉 爱惜我们的意见 不太顾惜到 神的需要 所以说在人来讲 我们要丰满的经历 神圣三一的那个人子 我们必须有一个心愿 我愿意放下我的感觉 我的意见 与神配合 这就是忠心 这就是死而复活 这也是真正的权柄 这是很现实的事 弟兄姊妹 我也把一件 更及时的事讲 众教会现在都处在 一个环境里面 什么时候恢复主日的聚会 这是很实际 两年以来 这个Room聚会太方便了 弟兄姊妹 我讲过不知道多少遍 Room聚会太方便了 开会聚会 时间到了 就打开Room 聚会完了 就关掉 哈利路亚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就结束 但这个没有身体的建造 你要相信我 绝对没有身体的建造 你可能在睡觉 你可能在看别的东西 只是挂一个名在上面 但是恢复教会的聚会 各教会都面临一个难处 都面临一个难处 我也不用多讲 你们也知道 我们怎么在建造这个教会 就是要忠信的建政人 就是要从死而复活 就是有权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教会建造的路 这个需要我们信神士 需要我们真的有 七倍加强的灵 这个非常的实际 弟兄姊妹 这篇的道理 我们都接受了 但是回到教会建造的 生活上面的时候 不见得我们能够有精力 我们还是坚持己见 我们还是看见自己的方便 没有太顾惜 神到底要什么 这一点上 弟兄姊妹 我们彼此鼓励 好不好 在建造教会 教会的生活上 把这篇信息能够活出来 好不好 感谢主 Amen 感谢主